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讲述了理由 他说在国外读书的这一年 自己长大了很多 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人 所有东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 这个话王源虽然是笑着说的 但听着的人却感觉到有些鼻酸 王源也不过是一个才成年的孩子 就要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么多了 2019年王源从18岁迈入了19周岁 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高中生的身份 成为了一名博克利音乐学院的大学生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 但喜悦的背后也难免会有不为人知的辛苦 上学的时候所有的事情要自己一个人扛 除去学业 王源自己还要兼顾工作 要抽空的录制综艺 参与了哈哈农夫和我是唱作人 并且还开了个演唱会等等等等 要知道普通大学生只需要认认真真的上课就好了 可王源一个人却背负了这么多的东西 不仅只是在异国他乡的大学生 还要兼顾工作 可以说是超负荷的了 也难怪王源说 2009年是自己成长最快的一年了 也是让人忍不住感慨 曾经那个小小少年已经成长为了 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成年人了 不过成长于王源来说 那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成长 王源不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即使从形成表看来 12月的王源依旧忙碌 各种的综艺品牌活动 新歌代言和杂志拍摄 络绎不绝 白天工作呢 晚上还要上网课 但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收获 王源本人呢 肯定也可以从中呢 学到很多东西 也会获得回报 就比如说 王源每个月都要在《环球人物》杂志写专栏 就因为王源坚持写作 才会爆出了很多的金句 这些金句呢 也发挥了自己的热量 有的金句呢 出现在试卷当中 有的金句成为学生那些作文的素材 有的金句呢 还出现在了高校的招聘会上 是优秀员工的座友明 这就是付出之后对王源来说最好的回报 虽说忙碌使人充实 但过度的忙碌也会使人疲惫 希望王源呢 每年能有一段固定的休息时间 也不会耽误工作生活 还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良心的静下来 王源自己呢 也有在预告中喊话工作室 希望呢 可以给自己放一到两个月的假 近日王源在故事里的中国中 担任国歌单元主演 饰演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尔 首次出演话剧的他呢 凭借不俗的演技 让大家看到了他身上的更多可能性 对于话剧萌新王源来说啊 要想成是好聂尔这名名人的角色 并不容易 为此呢 王源可下了不少的功夫 在诠释人物之前 王源呢 就做足了功课 对音乐家尼尔的生平和人物的性格 都了解得十分的到位 在最开始表演时 王源呢 还有些紧张和倾涩 彩排现场和饰演甜汉的 王洛永老师对戏时 还不小心嘴飘 飘重庆方言 我是发自真心的 逗笑了众人 然后呢 经过多次排练和情绪的揣摩 王源呢 不断地向尼尔靠近 少年真挚的表演 在打动众人的同时呢 也收获了戏剧总导演 甜信心和前辈王洛永老师的 现场点赞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爆的小行家 彩排时呢 王源还自弹自唱 尼尔先生的作品 卖爆歌 希望感受尼尔当下 创作音乐时的心境 更加贴近人物 不得不说啊 原歌真的好用心 共同搭息的前辈王洛永 在看完了王源的表演之后 也表示 王源呢 很朴实还真的可以带出一股清流的感觉 正式演出的时候 王源呢 凭借优秀的台词功底 和极具感染力的眼神戏 将热血青年尼尔一角呢 演绎的十分的生动 除了专业表演输出呢 彩排剑戏 王源的一个小举动呢 也打动了众人 他贴心问候前辈王洛永 您要咖啡吗 我怕您太累了 这个小细节呢 太暖心了 王洛永老师呢 也对此职称 好感动 并从中呢 领悟到了 田汉和尼尔之间 相互欣赏的知音之情 中国好前辈和天心小棉袄 这组合太赞了 首次挑战 话剧表演 就给我们带来了 如此大的惊喜 让人呢 不禁期待 王源 下一次的挑战 王一博和王源 虽然都姓王 但是他们 没有任何的关系 并且呢在娱乐圈 他们还是对手 每个人的流量都挺大的 粉丝呢 也超级能打 让人想不到的是 最近王一博和王源 在资源上冲突了 最近呢 王一博官宣了一个新代言 那就是某品牌的电脑 品牌方呢 给的剔头也是很高的 他是品牌代言人 在商业圈 一个品牌的代言人 是最高的级别了 粉丝们也都很为王一博高兴 纷纷的买电脑晒单 王一博代言电脑的事情 也都是被公开的 只包不住活 出了问题 总会被人发现 今年王源呢 也有了好几个代言 其中一个也是电脑 并且呢 是王一博代言的 品牌旗下的 官方呢 给王一博的剔头 是品牌代言人 而给王源的剔头 是品牌的 一个支线代言人 当初呢 在官宣电脑代言的时候 王源的粉丝也以此为荣 既然呢 代言了 就相信品牌和王源很契合 支持王源就对了 但现在王一博呢 成为了品牌代言人 官方呢 给的回复是 王一博代言的是 品牌全系列的电脑 自然呢 也包括王源代言的那款 现在呢 事情就比较矛盾了 不是两个人剔头的矛盾 而是品牌方 对两个代言人的安排 现在呢 王源粉丝很是不满啊 对官方呢 提出了三点质疑 一个是 新的代言人 能不能代表 王源的支线 给王一博 粉丝的回应是 他是全系列 电脑的代言人 而对王源粉丝的回应是 品牌方内部的分析 私自给了 王一博 品牌代言人 他们也吃了哑巴亏 既然呢 是品内部的矛盾 实在不应该 让代言人的去买单 王源的粉丝们 现在也等一个回应 但是工作人员 一直都没有回应这件事情 而是呢 集体完消失 针对这件事情呢 王源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王源代言的 thinkbook 是针对年轻的群体 虽然呢 也是这个品牌之下 但已经独立出来了 品牌方呢 一开始 选择王源呢 也是看中了 王源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想要让王源 带着品牌成长 品牌方呢 还给王源拍摄了短片 也很重视王源的样子 但在很多路人的眼里啊 王一博是全品牌的代言人 王源呢 只是一个品牌之线的代言人 对王源呢 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在娱乐圈 很多之线的代言 并不值钱 这也给王源的声誉呢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王源的粉丝 现在呢 一直想要一个说法 自从王源代言电脑之后 有不少的粉丝 开始呢 晒单 其中呢 也有很多喜欢王源的路人 王源的粉丝呢 也是热心 品牌的售后 并不是很方便 粉丝们为了宣传品牌 也为品牌免费去做客服 解答买家的问题 从官宣代言的那一刻起 王源的粉丝 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全力的支持 王源的代言 现在呢 突然又多出了一个代言人 按照品牌方的说法 王一博的粉丝 买王源代言的电脑 销量呢 也要算到王一博的身上 这对王源来说呢 更不公平了 王源这几年呢 在娱乐圈的发展是很好的 之前呢 还加盟了 我们的歌 虽然不是冠军 不过大家看到了 在舞台上的王源 是充满实力的 也给大家带来 很多好听的歌曲 希望王源 未来的日子 在音乐的方面的道路 会越来越好的 近日呢 王源参加了一个 线下品牌活动 在人群中 可以看到 王源的状态是不错的 在台上的王源 很是帅气 也很阳光 难怪在娱乐圈的人气 会这么的高了 王源呢 出席线下活动 活动上的装扮呢 很是帅气 穿着白色西装的造型 气质满分 虽然王源年纪小 但是在五官上 却是很成熟的 王源呢 一出道人气 就已经是巅峰了 直到现在 人气依旧是很高的 可以说一直都 处在巅峰时期 保时人气 这么多年 一直都这么的高 和王源的实力 是离不开的 王源有几年 在国外读书 不过也可以 在一些综艺节目上 看到王源的身影 也为歌迷们 带来了一些 好听的音乐 就连在我们的歌里 的前辈歌手 也一直夸赞王源的努力和实力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匠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